这期视频我们要讲解immunity中的second line of defense 那首先我们上一期视频有讲到first line of defense呢 它可以避免病原体入侵到我们身体的internal environment 而这是我们出生就自带的免疫能力 所以我们把它称作innect immunity 而虽然说我们有第一道防线 让这个病原体没有那么容易入侵让我们生病 可是我们如果还是生病了的话呢 这就意味着first line of defense is rich被突破了 而这时我们就需要有second line of defense 来去处理掉这些入侵的partogen 所以呢我们首先在这个视频呢 我们就要先介绍我们有这些partogen 那partogen上一期视频讲了我们就不再讲了 然后这些partogen入侵了过后对不对 那个入侵点呢就会直接成为我们的灾难现场 那边就开始打仗了 就是打来打去打来打去 而且下来我们就会派我们的兵 我们的兵呢就过来解决掉这些病原体 OK 然后呢有时候我们的兵不够厉害 那我们可能要叠一些buff OK叠buff 那就有魔法出现了就叠buff给它 所以呢这个second line of defense呢 我就以三个层次去讲 首先就是提到我们的灾难现场 然后接下来再谈一谈我们的这些兵呢 要我们的这些士兵呢 要如何处理掉这些partogen 然后呢最后再谈一谈 如果要就是如果要增加这些士兵的能力 那我们可能要给它一些buff OK 其实也就是所谓的高烧 好 那我们先来谈一谈我们的灾难现场 就是inflammation发炎 所以有伤口 那你就发现到伤口呢 它可能就会发炎 那边就是整个红红种种的 然后慢慢的呢 它就会形成这个农业 那整个地方就是在发炎 那个这是我们如果跌倒 我们肉眼可看到的伤口 那更多情况下是我们没有看到的 比方说我们的喉咙痛 每次讲到喉咙痛啊 感觉那边就肿起来了 对不对 吞东西会觉得很辛苦对吗 就是因为我们喉咙那边呢 正在发炎 然后每次在喉咙发炎过后呢 最伴随着会有这个咳嗽啊 然后会有痰 那种很黄很轻很稿 那种一整团的痰 然后呢也会有鼻涕 OK 所以待会我们就会来谈一谈这些东西 所以重点是第一步灾难现场 pytogen入侵到internet environment过后 那边整个地方就会发炎 整个过程叫做inflammation 所以发炎的过程呢 为什么会肿起来呢 首先就是有我们这些受损的细胞 那病原体入侵了过后呢 很多情况下是因为我们受那边地方 就是细胞受损了 两种情况 第一是细胞受损了 我们好像跌倒 就有伤口出现 有细胞受损了 然后病原体得以入侵 而我们呼吸到的话呢 喉咙那边的话呢 往往是那边可能 有时候我们的body cell有比较 虚弱 然后呢我们的pytogen 它就可以趁虚而入 然后呢就进入到我们的internet environment 然后那边就有细胞也跟着受损了 那总之重点就是 受损的细胞跟白细胞 会分泌 his stomach OK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而到底是什么细胞分泌 histamine呢 这个就要看回去上个章节讲过的 OK就我们有五种白细胞嘛 Neutrophil Besophil Eosinophil 还有Lynphosite 还有Monosite 那这五种里面呢 有能力分泌 histamine的白细胞呢 就是Besophil了 OK那分泌了histamine了过后呢 这个histamine呢 它就会造成local vasodilation 血管扩张 OK 总之你就想象这个histamine 它就是作为一个 它是一种protein来的哦 它呢作为一个chemical signal 我们的受损的细胞 白细胞分泌 histamine histamine分泌出来了过后 OK周围这些 周围的细胞呢 就会 detect到这个histamine 它detect到了histamine了过后呢 它们就带了一系列的这个mechanism 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 local vasodilation 血管扩张了 所以首先所谓的血管扩张 就是整个blood capillary 会 expand 它的diameter会增加 可能一开始是这么小的 然后呢 它经过了这个vessel dilation 就变成它的diameter 就变成这么大了 OK 所以本来小小的话 代表它的血流量 是有限的 可是哈 这个diameter增加了 lumen变大了 就代表同一时间有更多的血可以流过 所以the blood flow increased OK 所以血管扩张 第一个结果就是 blood flow increased 而接下来呢 这个血管的这个穿透性 也会跟着增加 OK 也就是讲说 冬偶液体更容易离开blood capillary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穿透性呢 首先我们在之前的章节有提到 组成blood capillary的呢 细胞呢 只有一层endothelial cell OK one layer of endothelial cell 你就可以看到这边 OK 它就是这里 哎呀哎呀 它跑掉了 OK 这整个呢 它就是blood capillary 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endothelial cell 它们形成了这个毛细血管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细胞跟细胞之间是存在着缝隙的 OK 细胞跟细胞之间存在着缝隙 那我们现在呢 刚才这个是longitudinal section OK 这个是longitudinal section 你们会分辨这种节面哦 OK 而现在我画的这个 而这边框起来这个是cross section 所以我们现在讲一下cross section 比方说它本来是需要四个细胞 围成blood capillary 然后中间存在着比较小的缝隙 而一旦它进行这个vessel dilation过后 细胞数量没有增加哦 可是它们diameter增加了哦 所以就代表这个 这个 endothelial cell跟endothelial cell之间的距离拉开了 所以它的diameter才会增加 而一旦拉开了过后呢 你就发现到这个缝隙更大了 那缝隙更大了过后呢 那些液体 OK more就有more fluid diffuse out OK 就是更多的液体呢 就会离开blood capillary 所以more fluid diffuse out of blood capillary 然后呢 它的作用其实是看到这个白细胞了吗 当我们的缝隙 当我们的这个endothelial cell跟endothelial cell之间的缝隙增加了 那这个白细胞它就可以更容易穿过了 有注意到吗 这些白细胞它穿过这个porous between endothelial cell 所以更多的lucoside more lucoside OK 这个动作我们把它称作 你可以很简单粗暴的说more lucoside move out OK 它移到毛细血管外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做migrate 这里不可以叫移民啊 它只是移 就是离开它原有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migrate这个词 move out of Blood capillary OK 也就导致呢有很多的液体呢堆积在伤口周围 那整个发炎的区域的inflam area 所以become OK它就一系列的变化咯 变红 变肿 变温 然后你会觉得痛 OK 我们来逐个分析为什么会变红 首先你可以看到当这个血管扩张了 OK 这个diameter of lumen增加 black flow increase 所以black flow increase 过后呢就更多血经过 你就看到它更红了 所以呢它就变到红红的 就红了咯 然后为什么会肿 这个就更简单了 因为这个很多fluid呢 它离开了毛细血管 堆积在伤口周围的intercellular space 所以那边的液体增加 然后呢就整个就肿起来了 而接下来有趣的是为什么会变温 那如果你以后 如果你不小心有伤口了 然后发炎了 肿起来了的话 你去触碰周围 当然不要用你的手去触碰伤口的地方啊 因为你会introduce 更多的pathogen给它们 因为你手指也有很多的pathogen 那你可以碰的是那个肿起来的 就是周围肿起来 红红的那个地方 你去摸的话呢 你会感觉到它温温的 OK 就是因为首先我们的internal environment 我们的液体呢都是37摄氏度 OK 那37摄氏度不是你表面的皮肤哦 因为我们表面是有风一直在吹 所以它把热给带走 所以它是比较稳低温的 而我们的身体的内在环境呢 其实是37摄氏度 如果你真的很想感受37摄氏度的话 你可以去拿一个塑料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在里面塞泡尿 然后你再去摸一下那个塑料的周围 那你感受到的那个温度就是37摄氏度了 你也可以拿温度计来量 可是到时候那个温度计 你可能就不可以用了 好 所以很多的液体堆积在这个伤口周围 然后那边呢 就都是37摄氏度的液体堆在那里 所以你就感觉到一点温温的感觉 好 而这个pain food呢 这个我们就不讲了 因为这个involved到一些chemicals了 就不多谈 好 所以我们已经介绍完灾难现场了 就是它会发炎 OK 发炎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有histamine的存在 白细胞跟受损的细胞分泌histamine 然后histamine造成local vessel dilation 血流量增加 然后液体跟白细胞更容易来到这个受损的区域 就是病原体入侵的区域 然后整个发炎的地方呢 就变得很红 因为血流量增加 肿起来了因为液体 那边很多液体堆积在那里 然后呢 有温热的感觉 所以关键是为什么要发炎 其实它的原因重点是在lucoside 它要让很多的lucoside 可以更好的聚集在那边 来对付那些pathogen 这里就要谈到我们的士兵了 所以发炎了过后呢 我们的白细胞 OK 我们这里不是指所有的白细胞 我们特指phergocyte 就是具有吞噬能力的白细胞 那具有吞噬能力的白细胞呢 就包括neutrophil 四中性白细胞 还有monocyte 这个monocyte呢 它平时是乖乖的 OK 然后呢 它一旦遇到了这些病原体 过后呢 它就会develop 变化成macrophage 巨石细胞 好 所以inflammation的意义呢 其实是促进我们phergocytosis的发生 那这些phergocyte呢 包括neutrophil 还有monocyte 它就会过来 然后清理掉pathogen 还有受损的细胞 OK debris 这些受损的细胞呢 基本上它已经受损了 它没有办法再继续运作了 它只能是 它的最终ending就是死亡 然后被回收 然后回收它们这些资源 所以我们的白细胞呢 它就不止对付phergogen 它也对付这些debris 把它们给吞噬掉 所以我们的步骤呢 就跟phergocytosis一模一样的 首先 我们的macrophage 还有neutrophil OK macrophage 跟neutrophil呢 它就会出现了 它就会去找phergogen在哪里 然后 所以第一步 它先recognize OK recognize the pathogen 它发现了phergogen了 对不对 它就会伸出它的seudopolia 就是它extend它的cytoplasm 看到了吗 extend它的cytoplasm 然后去包 包着它 所以就进行了phergocytosis 这些就是engulf engulf了过后呢 它就会形成整个囊炮 整个vacuo呢 就称作phergogen 就是phergocytosis 就是phergocytosis 过后形成的phergogen 就叫做phergogen 而接下来 接下来 你就会发现到 这个lizosome ok 这个lizosome 就是白细胞自带的lizosome 它就会靠近phergogen 然后你就会发现到 这个lizosome 最后就跟phergogen 结合了 所以lizosome phergogen fused together with phergogen phergogen 那为什么可以fuse在一起呢 就是这些vacuo啊 phergo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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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合在一起,然后形成整团东西 就叫做Phegolizozone 好,然后接下来呢 在Phegolizozone里面呢 就有这个Lyzozyme 发现到了吧 OK,Lyzozyme 所以白细胞里面的Lyzozyme 它就含有Lyzozyme OK,只有白细胞罢了 OK,白细胞呢 它的Lyzozyme里头的Lyzozyme 就会先分解掉 Bacteria的烧窩 OK,它分解掉Bacteria的烧窩了 过后呢 它就整个 最后Bacteria的保护层 损坏了 那接下来 剩下的Hydrozyme 就可以很顺利着 去分解掉Bacteria 其他的地方了 OK,它的Plasma membrane 它的protein 它里面的carbohydrate 都会被分解掉 所以最后 Destroy 整个Bacteria OK,这个就是 所谓的Phergocytosis 而因为有Inflammation 有这个灾难现场 更好地聚集了 这些Phergocyt 然后呢 去抓那些 入侵的Pathogen OK,而接下来 在这些Phergocyt 去吞噬掉这些Pathogen 跟Tissue Debris 的时候呢 OK,这Phergocyt 它其实 它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它吞噬了几个 它自己就会死掉了 因为用光了它的子弹 然后它可能就死掉了 然后呢 它整个死 就是整一堆尸体 然后就会形成这个Path 农业 所以你最发现到你 跌倒过后 你上火那边就会留那个农 OK,那个农呢 其实就是 这些微生物啊 这个Tissue的这些 受损的Tissue啊 Tissue Debris 还有这些 已经死掉的Phergocyt 聚集起来 所形成的那一坨 东西就叫做Path 你会发现它 随随的对不对 因为细胞死了 过去就是随随的啊 本来细胞整个的时候呢 是有Plasma membrane 包着里面的Cytoplasm 可是现在这些细胞死掉了 就没有Plasma membrane了 然后那里头的Cytoplasm 就这样子流出来 所以整个就是 一坨 一堂液体 明白 OK 而我们讲到喉咙 就是我们的喉咙发炎的时候 到了后期 你就会有痰 然后呢 有那个痰 然后有时候甚至是 黄色青色 然后很严重的话 是一稿 很浓稠的东西 那这一团呢 就是一堆 Microbs Tissue Debris 还有这些 Leucoside的尸体来的 OK 所以如果在 normal的情况下 靠inflammation跟Phergocytosis呢 就可以解决掉 这些入侵的病原体了 可是有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现到 有时候我们生病 有时候喉咙发炎 它会伴随着发烧 那这代表发烧的情况呢 就是我们的身体 它没有办法 有效的处理掉Phythogen 所以它就要开始 叠加这个Buff 这个叠加的这个Buff呢 就是发烧Fever OK 那Fever呢 它其实有 它可以通过两种方式 来帮助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功能 第一呢 就是 增加我们Phergocytosis的 Activity 来 Attack这些Phertogen OK 所以我们都知道 当温度上升就代表能量增加 有这个更多的能量 Provide给这些Phergocyti 那这些Phergocyti 它得到了更多的能量 过后 它的移动速度就更快了 它移动的速度更快 它吞噬的速度更快 吞噬的速度更快 它分解的速度更快 那一切都可以更快的解决 OK 更快的处理掉这些Phertogen OK 而另外一个层面呢 就是针对我们的病毒了 这里是特指那些病毒性的Phertogen 所以很多 比如说每次我们讲到 有些人是 好像生病有分两大种类 一种是单纯的喉咙痛喉咙发炎 喉咙痛喉咙发炎它未必会发烧 可是有一种情况下 你可能没有喉咙痛没有喉咙发炎 你就突然感冒了 那你感冒了过你就发烧了 那感冒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有病毒的入侵 往往病毒的入侵呢 都会导致我们发烧 因为发烧是一个很好的对抗机制 它可以抑制这个病毒的 繁殖 就让病毒没有很好的去复制出来 OK 好 那讲到发烧 在我们深入讲解 Fever如何对抗病毒的之前呢 就之前有同学有提到 我们的身体是怎样发烧的 所以我也想在这个视频呢 稍微讲解一下 我们的人体到底如何发烧 明明我们是保持在一个37摄氏度 为什么温度就可以增加了呢 OK 所以我们就首先要来了解一下发烧的 不是发烧 sorry 先了解一下我们的身体 为什么可以保持在37摄氏度 首先它一定要有 Provide 能量 所以有这个heat 先出来 然后呢 一直有heat增加 然后呢 我们 又可以散热 所以才可以保持一个微妙的平衡 37摄氏度 那能量是如何增加的呢 就是我们在进行aerobic respiration的时候 aerobic respiration就是氧化葡萄糖 然后呢 将能量储存在ATP嘛 对不对 可是其实在氧化的过程中呢 我们会有些能量是我们无法把它转移到ATP的 它就这样子loss掉了 那这些loss to the environment的这个energy呢 就会hit我们的body 所以我们就可以温度增加 因为我们有来自aerobic respiration那些 这样讲那些 就是释放出来的能量 OK 没有办法被转移到ATP的能量 就这样释放出来了 然后呢 就让我们的身体温度增加了 而我们在温度增加的过程的同时呢 我们也会一直在散热 不然我们就一直增加温度 然后就整个烧起来了 所以我们在散热的机制呢 首先我们的皮肤 就是一个很好散热的方式 OK 因为我们皮肤有接触到风嘛 那风呢 就把热给带走 然后我们流汗也是一种散热的作用 OK 这些汗液呢 它流出来了过后 它要蒸发 它就是气化 它变气体的过程中呢 它要气化 它就需要adsole一定的heat energy 所以它就adsole我们皮肤的heat energy 然后变成气体 就无形中带来一个降热的效果了 散热的效果 而再来呢 还有的就是我们 这个毛细血管 那同学有发现到我们运动过后 我们的脸会很红 OK 其实身体也是蛮红的 只是脸比较明显罢了 因为脸皮薄嘛 然后呢 为什么我们脸会变得很红呢 这是因为 当我们这个人体的皮肤 它的这个毛细血管 它其实是有两条路线的 它可以 就是可以选择通过我们的这个 就可以很靠近我们的皮肤表面 也可以远离皮肤表面 那如果我们好像运动过后呢 我们的皮肤 我们的这个皮肤内的毛细血管呢 它最开通那些靠近皮肤表面的路线 然后这个血液呢 最流到靠近皮肤表面 所以让你的皮肤 所以让你的脸看起来红红的 因为那个时候很多血 它是流到了皮肤表面的毛细血管 那来到了皮肤表面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更容易让周围的风 把那些热给带走 所以达到一个散热的效果 OK 所以你已经发现到 我们的温度是如何增加 通过Aerobic respiration 而我们的温度下降呢 是通过一系列的散热机制 包括流汗 包括这个皮肤的散热 还有这个靠近皮肤的 靠近皮肤表面的毛细血管 OK 所以当我们在发烧的话 就代表我们 首先可能可以增加我们这个 Aerobic respiration的这个速率 然后让能量增加 然后再来我们减少散热 所以有同学就发现到生病的时候 这个人好像脸清纯白的 就是脸色很苍白 就是因为血液它离开了 它远离了皮肤表面 它被保留在这个皮肤生成的环境 所以就可以一直 keep着那个能量 所以就可以让 没有那么容易散热 所以它就 体温就增加了 变发烧了 OK 好 讲完了 讲完了我们是如何发烧的 那我们现在回到重点 就是发烧如何对抗Virus 那这边呢我们先介绍 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然后我们再来用图画来讲解 所以首先呢 Fever它之所以可以对抗这些病毒呢 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 受病毒感染的细胞分泌 一种叫做interferon的东西 interferon叫干扰素 就是可以抑制病毒复制的一个protein OK 然后呢 这些我们就先 先看一下字面上的解说了 我们再来看图画讲解 所以首先 一个被病毒感染的细胞呢 它会释放病毒 然后再感染周围的细胞 那同时被病毒感染的细胞呢 它也可以通过释放interferon 来提醒周围的细胞 让它们减少被感染的机会 OK 好那我们现在直接看图片了 首先来谈一谈什么叫做病毒感染 到底病毒是如何入侵我们的身体的 OK 好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讲解咯 首先呢 这个病毒跟bacteria virus跟bacteria 它们繁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forbacteria 它可以 bacteria 它可以自己复制 OK 它可以自己繁殖 就是自己进行细胞分裂 然后1分为2 2分为4 4分为8 这样子 它可以自己来 OK self-service 当然考试不要给我写self-service 你懂它的意思就好了 bacteria 是self-service 它可以自己分裂 而virus呢 它是没有办法自己分裂的 它必须要靠我们的身 靠我们的body cell 帮它 OK 所以这个virus就很像那个截肌的那些罪犯 OK 它这些virus哦 OK 你可以看到 哦 还是会另外画一个细胞比较好 所以本来一个好好的body cell OK 然后virus它就会过来了 那为什么我们在virus表面画这些毛毛的东西 这个不是它的毛 你知道吗 这是它的glycoprotein glycolipid 俗称antigen OK 所以这个virus呢 表面就有很多的antigen 然后它就会过来 OK 它就会登入我们的body cell 我们的body cell表面也是有这些glycoprotein glycolipid的 OK 然后呢 这里我们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些bub 毕竟我们的细胞不长眼睛 它只要这个glycoprotein跟glycolipid呢 可以跟virus的antigen connect在一起 OK connect在一小过后 它就会 这个body cell它就会 welcome the entry of virus 我重复啊 这里是一个bug来的 就是 只要body cell的glycoprotein或glycolipid 可以跟virus的glycoprotein或glycolipid 结合 OK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body cell呢 就以为它是自己人 然后就把它给带进去了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到它靠近脑过后 然后呢 这里就会 OK我另外这边画啊 所以 有virus靠近了 然后呢 它connect了过后 对不对 然后这边就会凹陷 凹陷了过后呢 就会把这个virus 带进来 OK就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body cell 然后里面 virus正式进入 OK sorry 这个virus进来了过后对不对 virus进来了过后呢 这个virus的 它也是有plasma membrane的 所以virus的plasma membrane就会跟这个body cell的plasma membrane合在一起 OK 然后 就讲说virus的antigen virus的antigen就留在这个body cell了 然后进入的呢 就是一些virus里面的protein OK virus里面的protein 还有 呃 它啥的帮它复制 就本来 这个virus就一条DNA 然后经过我们body cell帮它复制过 它可以形成好多好多好多的DNA OK 然后又制作很多很多相关的protein 然后呢 又制作很多很多相关的这个 呃 virus的这些 呃 antigen要用到的东西 然后呢 全部打包好了 对不对 就像我们这个图案所显示的 就我们的 body cell呢 它就 准备好很多virus的这些东西 对不对 然后这些virus呢 就会准备离开 那它离开的时候呢 它就会带走 我们body cell的plasma membrane OK 直接吃饱打包哦 OK 就是让我们body cell帮忙复制了过后 然后呢 它又顺带 把这个body cell的plasma membrane给带走 然后整个就这样子 复制 然后离开 而接下来这个body cell呢 它的plasma membrane一直被拿走过后 然后这个body cell就死掉了 因为它的细胞膜破裂了嘛 OK 所以整个细胞就死掉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病毒 病毒如何感染body cell OK 所以我们这边再做一次整理哦 首先 virus 它就靠近body cell 然后virus表面的antigen 也就是glycoprotein或者glycoplipid 和body cell的glycoprotein跟glycoplipid 结合 而这样的结合 就让body cell把virus带进 我们的细胞里面了 当然virus的plasma membrane fused with body cell的plasma membrane 然后virus的plasma membrane就留在 body cell的plasma membrane那边了 而进来的就是virus的一些重要protein 还有DNA或者RNA 因为有些virus里面是没有DNA的 只有RNA而已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virus呢 它就很厉害 它就让body cell帮它复制virus的DNA或者RNA 还有prepare需要用到的protein 还有那些需要用到的glycoprotein glycoplipid 然后virus呢 就collect了这些东西 聚集好了过后 就准备离开body cell 然后呢 离开了body cell呢 它就会带走body cell的plasma membrane 重新给自己装一个外壳 就是一个plasma membrane 然后呢 就这样子离开 然后body cell的plasma membrane越来越少 然后就受不了了 就爆裂 然后死亡 因为爆不住cytoplasm了 这个就是整个virus infect body cell的过程 而我们每次讲病毒潜伏期呢 所谓的病毒潜伏期 我们detect不到病毒 是因为这个病毒正在入侵body cell 然后让body cell帮它复制更多更多的病毒 而一旦这个人 他可以感染别人了过后 就是因为 他潜伏期已经结束了 不是潜伏期结束 是已经成功复制第一批的病毒了 他就释放出来了 然后呢 他可以继续感染周围的细胞 然后又或者 通过这个咳嗽打喷嚏 OK 通过呼吸道被排出体外 OK 又可以继续去感染新的人了 OK 就感染别的个体 好 这个就是所谓的病毒感染 而我们的body cell 他很无奈 因为是有bug的存在 所以他不小心把virus带进细胞内了 那这个细胞 他被病毒感染了 其实他知道的 所以他就做一些事情来 他无法阻止 因为他有bug的存在 他无法阻止这个病毒 用他的东西来复制DNA 跟准备香药 就是准备必要的protein 他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他自己在制作这个interferon 干扰素 然后去alert 去提醒周围的细胞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细胞被病毒感染了过后 虽然他无法阻止 可是他会自己做一些准备工作 他就是分泌这个interferon 一种protein来的 然后这个interferon呢 被分泌出去了过后 对不对 OK 他会对不同的细胞 有不同的影响 好 首先呢 这是对健康的细胞 OK uninfected cell 还没有被感染的细胞 他告诉还没有被感染的细胞呢 跟他们讲 有病毒 来了啊 要小心啊 所以他会通知 这些uninfected cell 你看一看 他通知的方式呢 就是这个interferon 作为一个 chemical signal 然后呢 我们的所有身体的 所有细胞呢 他都会有receptor 专门跟这种interferon 这种chemical signal结合 OK 一旦这个uninfected cell 没有被感染的细胞的receptor detect到interferon过后 就是有interferon 跟它bind together 过后 这个uninfected cell 就会收到信息 然后他就会降低 自己的这个 制作protein的 这个能力 OK 本来会一直很顺的 在制造protein 就是进行他自己的mechanism 可是他收到了interferon过后 对不对 他就会减低他的这些metabolic rate 所以之后 哪怕病毒进来了 他们也没有办法 很顺利的复制 因为这整个细胞的metabolic rate 就会下降了 OK 所以他会inhibit 整个viral infect viral replication 哎呀 哎呀 写错 viral replication OK 如果这种是被感染的细胞 infected body cell 哎呀 答太开了 OK infected body cell的话 它的receptor 如果detect到interferon过后 对不对 那它最进行apoptosis OK 本来这个细胞没有想死的 它刚好病毒进入了过后 它没有想死的 可是呢 现在它detect到这个interferon 这个interferon就是在给了一个信息 你赶紧给我去死吧 然后呢 这个被感染的body cell 它最迅速的进行这个lysis OK cell death 通常都是通过lysis 就我之前所说的 到了该死的时候 然后呢 这个lyzozo 应该是lyzozo 它就会释放它的hydrolytic enzyme 然后整个infected body cell 就自己lysis掉了 那它就来不及帮这些 来不及帮那些virus复制了 OK 就是自禁 所以interferon的作用就是跟他们讲 第一个跟infected cell 说你们就不要再活跃了 不要再 到时候不要帮那个virus 来复制它的DNA 而另外一种细胞 这个interferon呢 如果是对这个被感染的细胞呢 它就会说你赶紧给我去死吧 那接下来还有另外一种细胞 是immune cell 就是那些白细胞 那这个interferon呢 它最通知 就是当我们的白细胞 immune cell 它也有receptor 可以跟interferon结合 但interferon过来了过后呢 那这些immune cell 最被活化了 最知道了 OK 有病毒入侵了 它们要开始工作了 所以通过发烧 这个interferon的分泌速度 就是增加 有更多的interferon被产生 所以呢 就可以更好的抑制了 整个virus的replication 所以病毒就更难复制了 OK 所以我们已经讲完整个 second line of defense了 首先有灾难现场 就是有发炎 然后呢 让很多的液体跟白细胞 聚集在partogen入侵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 这些parto 这些 白细胞 主要是neutrophil 还有macrophage呢 它就会进行phagocytosis OK 就是我们的士兵进行phagocytosis 来吞噬掉那些partogen 那如果是针对virus的话 OK 然后我们的身体还 就是没有很顺利的 把这些virus给移除掉的话 我们就会开始跌爆 就是发烧 首先让phagocytosis的速度更快 然后呢 也会增加interferon的产生 interferon的作用 就是这些 已经被感染的body cell 它分泌interferon OK interferon可以提醒 还没有被感染的细胞 让他们抑制virus replication 而被感染的细胞呢 则是会快速的死亡 让病毒来不及复制 而接下来还有提醒 更多的免疫细胞 让他们去工作 然后顺利的把这些partogen 给移除掉 OK 所以你就有发现到 整个second line of defense呢 它同样是在对付partogen 可是它并没有 针对特定的partogen 只要是有敌人来 它就杀死就对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它也是属于 non-specific immunity 没有针对性的 非专一性免疫 而它也是先天免疫 innet immunity 我们出生就自带的能力 OK 那如果这个partogen 它克服了 我们的第二道防线 怎么办 严格来讲 有时候它还 它还在第二道防线 我们的身体就已经会出动 下一步来对付入侵的partogen了 OK 然后我们这边呢 就会进到 third line of defense OK 那我们会在下一期视频 再开始讲解 third line of defense